然后我们是要使用scrapping来写的吧 所以我们先创立一个项目 然后创立一个partum scrapping start project 加上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名 我们叫它贴吧 然后c到贴吧里面去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scrapping 进spider加上一个partum名对不对 partum名我们就叫它tb 贴吧.com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贴吧了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成绩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我们之前也是分析过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快一点 也是一样直接贴吧 然后现在是这样一个手机板的页面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点这个急速板的按钮 去请求一下急速板 点错了 点错了吗 点错了吗 不要换换个别的哈 不换iPhoneX iPhoneX有bug对不对 失费的不太好 确实这个样子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就相对于是我们style URL 地址 这个数据呢都是在的对吧 我们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把style URL 地址 置为它 置为它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它对的响应是不会到这里来啊 到这里来之后呢 我们要根据什么呀 根据每个帖子来进行分组对吧 每个帖子是什么呢 是不是包含i的这样的DIV啊 包含i的这样的DIV 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首先比如说写个注释 根据 进行分组 那么这里呢就是DIV 然后list 对于response 叫Xpass 然后--DIV 对吧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contains了呀 然后呢add class 后面是什么呀 是不是包含i的这样的DIV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封完组了呀 那么forDIV in div list 然后在这里定义item的一个字笔 然后呢我们去 提取一下里面的数据 提取里面的数据 怎么提取呢 数据就在这个里面对不对 比如说URD是 它是在这个A标签里面的 然后呢响应的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比如说首先item 我们添加一个键叫做curve 等于什么呢 div.xpass对吧 然后呢等于当前节点下的A标签的 herve 是不是取到了呀 然后item还有什么呢 还有文本 然后我们叫title 等于什么呢 div.xpass 就是当前节点下的A标签的文本 是不是这个样子取到了呀 那当然还需要extract first 对不对 这里也是一样 extract first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是UR地址和文本 那么UR地址拿到之后呢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UR地址是有问题的 UR地址是有问题的 UR地址是不完整的对不对 UR地址不完整 我们知道如果是我们使用CrewSpider的时候 我们CrewSpider能够帮助我们自动把UR地址补充完整 对吧 是不是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它是怎么补充完整的呢 前面我们就手中添加不完整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成绩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这方法叫什么呢 这方法叫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方法是URLab提供的 然后URLab里面呢有个Parse 有点URJoy的这样方法 URJoy呢看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 它肯定是把一个UR记者和另外一个UR记者和到一起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首先 我们有个A 这个UR记者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一个完整的UR记者对不对 一个完整的 那这是一个不完整的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个URJoy呢 就能把这个不完整的UR记者 根据这个完整的UR记者组织合到一起 我们看一下 URLab.Parse.URL.Joy 那么我们把A传过去B传过去 这个时候这个UR记者是不是完整的UR记者呀 它后面这一段从M开头的 这一段是不是就是这一段 是不是这个UR记者根据它 把这个UR记者补充完整的呀 他发现了吗 其实非常简单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CrewSpider 能够帮助我们非常简单的 把UR记者组织完整呢 因为它就是呢 一个叫URL.Joy的功能 那这个URL.Joy呢 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程序里面 我们该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先这样来写 我们先判断 上次呢 我们看这个同学写的一个代码 它是先加再判断的 那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先判断再加对吧 if is not a line 当它不一样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item的 Half呢 应该等于 我们引破了一下URLib URLib URLib.Parse.URJoy 这就是什么呢 就用我们的Response的URL 当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Response 是它呀 它这个URL记者肯定毫不意外 是个完整的URL记者 就是这个URL记者 对不对 是不是它呀 那它可以 根据它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不完整的URL记者 是不是可以补充完整呀 那现在效果 是不是和这里效果一模一样呀 一个是A是它嘛 然后呢 B是个不完整的 是它 然后呢 URL记者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ResponseURL 就是它这个URL记者 是完整的 那么后面这个呢 是不完整的 然后就补充完整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法呢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后续如果大家需要 在程序里面 通过程序自动的去 把URL记者的功能完整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通过Response的URL记者 根据Response的URL记者 把我们不完整的URL记者 补充完整 非常简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构造寻求了 sqrp.dustrrequest 要传一个URL记者 那这个时候传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它们呀 那传完它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干什么的 是不是可以写个Corebug呀 等于sqrp.parse 比如说我们叫parseDetail 那这个时候还需要传个meta 对不对 meta等于什么呢 item 对吧 成个item 你在传个什么呀 对应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定一个 parseDetail的函数呀 那也是一样的 需要写个Response 这个Response呢 就是这个URL记者 对它响应 我查一下这个男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接着往后写 然后在里面我们要提取什么呀 是不是要提取图片了呀 那提取图片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找个图片 有图片吗 都是男孩子 都没有姑娘 看到吗 如果有个姑娘在这发了一个图片的话 估计会不会爆 真有个姑娘 好看吗 他们的正面 背影杀手 对吧 对 我出不去了 还有没脸 还可以是吧 大家可以试试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它是有这样一个 BDE媒体的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样的类啊 名字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取它呢 就能把图片取到对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取到一个item 对于Response 在meta 然后呢item 是不是取到了呀 那么item取到之后 我形容添加一个叫imgnist的这样一个键 等于Response 第二 tapas 对吧 就是什么呀 杠杠img 对不对 addclass等于什么呀 bde媒体 add src 是不是取到了呀 第二 extract还是extract first extract 对不对 因为当前这个页面上是不是会有很多图片呀 不会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不能使用extract first 然后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图片拿到了 然后之后我们是不是得获取下一个图片呢 那下一个图片在哪呢 首先我们得找下一个UR地址 对不对 下一个UR地址 在这个地方 在这儿 也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下一个三个字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UR地址定位到了呀 所以nextUR 等于什么呢 对于Response的xpass 杠杠A标签 它的文本 等于 下页的A标签 对不对 下页的A标签 addherf 这个herf是不是不完整呀 是不是不完整 那么所以需要判断 ifnextUR地址 is not none 对不对 那不为none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和这儿一样的呀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这个地方nextUR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需要把 需要通过ResponseUR呢 把这个nextUR地址补充完整 对吧 补充完整之后呢 现在这个UR地址正常情况下就完整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勾到请求 一要的sqrp 叫dustrrequest 然后把nextUR地址传进去 对吧 传进去之后呢 还需要给它cobot cobot等于什么呢 等于self点 parse detail 是不是它自己呀 因为详情页第一页和详情页第二页的处理方式 是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 解析还是处理它自己 对吧 然后这地方还可以给它传什么呢 成个meta 为什么要传meta呢 用delg的时候 它立马第一件事情做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呀 群里面的meta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把其中的item传过来 item传过来 对不对 这样写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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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没看出来有问题吗 上次那个同学写的代码 你准备看啊 这地方肯定是有问题的 想象一下 我让在第二页 详情页第二页 我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会怎么样呀 是不是imaging list 会被替换成第二页的imaging list 第二页的imaging list 是不是就没了呀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吧 是不是和之前我们的地规一样呀 之前我们的地规 我们重新整了一个变量 用它来接收数据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得在这判断了呀 因为第一次它过来的时候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这个item里面 是不是没有imaging list的这个键呀 所以我会在这判断 对不对 if 什么呢 not in 什么呢 item的时候 对不对 不在它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来 添加一个键 所以就等于这样子 对吧 如果 它在的话呢 else还怎么办呀 是不是现在不能去使用 这样一个等于的这个方法了呀 应该成什么方法呀 应该把后面这份数据 添加到item的imaging list里面去 对不对 所以怎么添加呀 怎么添加 是不是extend的呀 还记得吧 第二extend 前面是个列表 对不对 列表是不是可以extend的 把后面的内容 添加到前面去啊 这个地方能理解吗 可以理解吗 对不对 因为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里面是没有imaging list的这个键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判断 如果它没有的时候 添加这样的键 如果它有的话呢 表示它已经不再是第一次过来了 而第二次第三次过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结果呢 放到这样的那边上去 但是这样写 是不是很费劲啊 有没有简单的方式来写一下呢 有没有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给它放一个 imaging list 直接让它最开始的时候 等于空列表 那后续每次我们只需要extend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判断了呀 因为最开始就是空列表 第一次进来 我们就是需要把数据 放到这个空列表里面去 对不对 第二次第三次 以及后面每次进来 都是要把这样的图片给放进去 都使用extend 是不是就好了呀 就不用判断了 这地方能看明白吗 如果说这里我们写的if 它不一定的时候 这表示有下页 那如果说没有下页该怎么办呢 就else了对不对 else该怎么办呀 没有下页该怎么办呀 数据提完了对不对 提完了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该要的我们的item 那要的item之前呢 我这里先print一下item 来看一下item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先注册一下eo的 但是这里呢 曾经还没写完 对吧 我们还要提取列表页的翻页 对不对 就是列表页的翻页 那翻页怎么办呢 首先也是一样 我们得找到nextUr 对不对 nextUr比喻什么呀 是不是和这一模一样呀 response加xpass 也是根据它的下页的文本 我们是可以定位到这个A标签的 对不对 就是text next等于 下 1 addherf 对不对 是不是取得了 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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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系列的 并没有并不是非要这样写 我这样写了 因为我自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我就来判断 nextUr 到底是Nan值 还不能基 법 然后也是一样 它的拂记品肯定 也是不完整的 对不对 是不是需要把拂 Finance march nextUr 就等于 יכול 然后呢 我们根据re sponsoring 把这个当前的next urntd补充完整 那补充完整之后呢 我们现在给各种请求了对吧 要的是graphy-rrequest 这是相当于列表页的第二页了对不对 然后传入next urntd 还传什么呀 是不是要传callback呀 等于self点什么呀 pass还是pass detail 是不是pass呀 因为我们页表页的下一页和当前第一页 处理方式是不是一模一样呀 所以还应该是他自己对不对 然后还需要给他传meta吗 需要给他传meta吗 不需要对不对 因为调查自己的时候第一步并没有在这里 需要什么meta的操作 对不对所以不需要传meta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item需要deb copy吗 这个地方item还需要deb copy吗 这地方item还需要deb copy吗 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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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一下这里需不需要 我们得想一下之前我们在写 苏零一购那个跑路的时候 为什么苏零一购那个地方需要呢 为什么苏零一购那个地方需要呢 因为苏零一购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大分类 下面包含很多小分类 小分类下面所有书籍都供用的是一个大分类 这个地方的一个字典 而此时此刻我们在写贴吧这个时候 每个贴吧的每个帖子 是不是都是单独的一个item 是不是每个单独的item 我下次循环创建一个item 下次循环再创建一个item 每个item都是一个新的字典 说之前字典不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说什么呢 所以说这个地方相当于每个帖子 本来一开始才就是一个单独的item 对吧他们相关之前是不影响的 所以我们这里是没有必要给deb copy的 但是之前苏林依购呢 我们是在大分类那个地方给每个大分类 一个item 那么这个大分类下面所有的书 都通通供用最开始那一个字典 肯定是需要对它使用deb copy的 不然肯定会有影响 而这个帖子这个地方是不需要的 现在明白为什么不需要 明白对吧 那么下面呢我们跑一遍程序看一下结果 那跑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把这个 no go never 等于warning 试试一下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useragent呢 我们也一样的来设置一下 找个useragent过去 然后跑一遍程序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了 改成force scrap it scraw 加上我们的t8 tb 我们的这个写错了哈 flow domain写错了 是不是写错了呀 t8这摆住点它们 为什么没有现象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warning给它关闭啊 我们跑一下程序 大家看一下 估计错误就是什么呢 filter的observe request to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这我们写的t8.com 其实它并不是t8.com 对吧 它是t8.百度.com 所以我们需要把alot domain给改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它是请求不了的哈 那当然我们写百度点com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写t8.百度点com也是可以的 那看一下这数据是不是有了呀 但这个数据之前我们是不是想过 这个数据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比如这个URL地址 你们src后面这个问题 让我们想到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拿到这个item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item里面的item list img list 是不是要做一些处理啊 i for item img list 需要对里面每个item 先进行一次 URG是减码对不对 减码之后呢 在干什么呀 再按照src进行切割 对不对还记得吧 src后面才是图片对不对 是不是后面才是图片 那我们请一下这个网址 大家在这个地方输入URL地址也是出来了URG 解码第一个后选项吗 在这输入URL地址第一个也是URG 解码吗 是吗 可以试一下 不清楚啊 他为什么会给我推荐一个URG解码 作为第一个呢 就这个样子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request theutility theunquote对吧 unquotei之后呢 我们要干什么呀 the split 看到什么进去切割 src等号进去切割 还有印象码 两个小达最后一个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得到结果呢 就好了 不跑了呢 跑一半 他相当于好像只是 提小一点数据啊 为什么数据没有之前多了呢 我现在就好了 这些那个地方估计好像他刚刚那地方好像开样子他只进了一页对不对 到二十就结束了 那这个地方肯定是不错的 可能因为网速的原因吧 这个数据没有获取完整 所以导致他没有把下一URG给找出来 好这个数据都是有的对不对 这是之前关于t8这个程序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呢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呢 我们可以继续把我们之前的HURG 停讯那个按理改成成 改成我们的scrappySpider的形式 那么也是一样 我们就在这个项目上面创建 那么scrappy进行Spider -t对吧 加上crawler 加上我们的这样一个 就叫tt吧 scrappy c-r-a-t-y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URG的规律 URG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们去把这个地方的StellaURG 首先我们得置为这个URG 作为StellaURG 对不对 然后首先 然后其次呢 再改一下这个Rules 对不对 Rules第一个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来 首先这个URG不完整 也没有关系 对吧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把什么样 是不是把ID给改了呀 改成-G加 是不是要这个样子呀 大家看一下 还有哪要改呀 这是个正的表达式 还有哪个地方要改呀 还有哪要改呀 假要改 对不对 还有哪要改呀 问号是不是要改呀 因为此时此刻 我就想让问号 比较单纯一个问号 对不对 而问号对正的表达式里面 是有特殊用途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改 然后你要follow 等于处 还有必要周围处吗 这提取的是详情的URG 在详情页里面 我们拿到详情页之后 还需要能够提取URG 吗 是不是不需要的呀 那我们再复杂复制一遍 我们先就写一个 写个我们写个call bug 在这里吗 然后就是它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 是写一下xbus 干什么呢 去提取一下比如说 里面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就随便取一个 去个标题 标题在哪呢 标题在这个地方 它是在这样一个 ID等于 需要title里面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URG 这个箱里面有需要title 是不是有的呀 看见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不叫itom吧 title 等于response 叫xpass 然后这是这样一个td 对吧 杠杠td 然后呢 add id 他 是不是他 他的text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获取一下 什么呢 工作要求吧 工作要求 工作要求在哪呢 不好找呀 对不对 也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ID 发现了吗 是不是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ID呀 这td tr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在上面 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根据他位置来找一下 那除了位置还可以怎么办呢 还可以直接根据文本来找 对不对 我们找文本等于工作要求的DIV 然后找到上一集的下面的URL 对不对 等于response 这是xpass 等于杠杠什么的 这工作要求的两个字是包含的DIV标签里面的 对不对 就是DIV 然后文本 text 等于他 是不是现在能够定位到这个DIV了呀 这个DIV它上面的 它的负义集 是不是叫td呀 负义集 是不是负义集啊 取到td了 我们要取下面URL 对不对 那就是UR 是不是取到UR了 要取到URL要取逆标签啊 文本在逆标签里面 对不对 那就逆下面的text 对不对 在这里我们要extract 因为它有多条文本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wt之前 先来print一下这个item 这是不是就写完了呀 写完之后 跑一遍程序去开了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scrap it craw 加上我们的t 这个partum名 看一下是不是就拿到了呀 首先这个title 后面是acquire acquire是个列表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要求对吧 都拿到了 这是我们是拿到的首页第一页的内容 对不对 首页第一页的内容拿到 因为我们通知了一个rules 一个rules 只能帮助我们提取 这个详情页的URL计识 那对于下页URL计识怎么办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找它的规律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比如说这URL计有什么规律呢 规律非常明显对不对 是不是这些地方是钢尼加呀 然后我们把这个展开 然后呢 把这放进去就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实改成什么呢 杠底加 还有哪要改呀 这个问号是不是要改呀 还有点 点到底是可不改 因为点的能提不到一个点 对不对 这就是不能写括号的 对不对 用当前的列表页 这对于列表页的响应 我们是不需要通通提取任何数据的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还需要写个follow 不用t 是吧 表示它的响应会继续 从中提取U2计指 是不是 提RUE 那这样写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跑一遍程序看一下结果 就这个样子 它会一直跑哈 这个代码呢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这个代码本身非常简单 大家需要理解一下 这个地方 当我们写这么较试的时候 需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优势就是往往就有问号 这个问号呢 我们需要再做一下转移 那点本身它有个匹配一个点 所以点我们可以不得到转移也是可以的 但这个问号必须得转移 不然的话呢 是匹配不到任何内容的 大家有尝试的话呢 可能会发现这个地方 一个小的坑 对吧 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 其实之前这个程序呢 我们之前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太多的内容 对吧 太多的不一样 但是这样写的话呢 会怎么样呢 会让我们整个代码变得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我们只能写两个rows 就能够帮助我们实验增重翻页 我们自己要手写的代码其实非常少 只用在最终这个页面上 提取数据就完事了 那么当然呢 什么时候能用cruise spider 也就是最终的页面 包含了有我们想的所有数据 我们这个时候用它才是合适的 那么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有一部分数据 在我们的这样一个 在我们列表页 然后另外一部分数据在详细页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用cruise spider 并不是特别合适 对吧 就没有必要用了 那当然了我们也是可以怎么办呢 列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儿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cruise spider 帮助我们翻页 对不对 翻页的地方我们可以让它翻 然后在当前这个页面呢 我们不给它一个cobac 我们就直接写个函数就可以了 明白吗 这个地方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大家估计没有明白 那么重新创建一个 重新tte 然后呢 tencent.com 那这里我创建一个tte 在这个地方 那假设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有一部分数据在列表页 我们要拿 还有一部分数据在详细页 我们要拿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可以跟刚刚一样 我们正在ros 只帮着我们去翻页 只帮着我们做这个地方翻页 就翻下一页这个地方翻页 然后把它改了 改了 改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这是钢铁加对不对 然后钢铁加这个地方的cobac 来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可以给它指令一个 ParseItem这样一个值呀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去做什么事情呢 就在这里提取这个列表页的数据 对不对 那列表页怎么提取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这里 获取一个名字 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先分组 先分组的话呢 是在tablelist下面 对不对 这地方我们要删了 Response的xpass 杠杠 这样是个table class等于tablelist addclass 等于它 它下面什么呢 这个t-body它有了吗 当天邀请问一下 有t-body吗 t-body可能是没有的 当然不确定 我们还是去看一下 t-body class等于tablelist 上面是没有t-body的 对不对 所以直接下面tr 然后tr 我们知道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我们是不要的对吧 所以就是1到-1 对不对 就是trlist 对吧 现在是不是取到它了呀 然后fortr 定于trlist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拿一下 比如item等于什么呢 控制点 然后item的title 等于tr.xpass 它box什么呢 就这个地方 当几点下的 当前几点下的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td 也就是td1 第一个td 对不对 是不是第一个td呀 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td里面包含 是不是我们想的标题呀 所以就它下面的td1了 对不对 下面的什么呀 a标签的文本 是不是我们的标题呀 a标签的 文本 der extract first 那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拿了这一部分数据 那还拿个title herf 对吧 herf是什么呢 7r.xpass 跟这里一样的 这地方是addherf 对吧 那我们这里各头请求 1要的sql d-rrequest 那这个Urg呢 是不完整的 对不对 这Urg是不是不完整呀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Urg 它就补充完整对不对 要就是少了那一部分 我们可以通过之前学的方式去补充 也可以直接手动补充 那少 比较只tc.com 这一部分对不对 也就这一部分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一部分内容呢 加到它上面去 是不是就好了呀 然后这里添加一个itmherf 当然这里写的可能不是特别规范 只给大家举个例子 然后这个call bug 等于self.parse.detail 我们在这里呢 是不是到detail里面去的呀 然后meta 等于什么呢 item item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定一个函数 叫parse.detail parse.detail 在这个地方 然后response 然后也是要取到这个item 等于response.meta 然后取一下你们的item 然后取到之后呢 我们和之前一样 去提取一下你们的岗位需求 那岗位需求非常简单 就这样插发的就完了 就这样子呀 然后print一下这个item 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并没有去 手动的做一个翻页 对不对 并没有手动做翻页 是不是 没有手动做翻页 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写一个ros 让它帮着我们翻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写这样的ros 那是否真的能帮着我们翻页呢 我们跑一个程序 可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那scrap it croll tt1 我们看一下是没有结果的 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因为styleulg值 这个ulg值是错的 对吧 是不是错的呀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呀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结果和之前一样的呀 是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它也是有不停的有数据出来 一个是title 一个是curve 还有一个最后的 acquire 是吧 那通过这里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其实可以在某些某一部分的位置来 使用我们crollspider的形式 让它这个ros呢 帮助我们实现音程度上的翻页 我们并没有 并没有必要整个代码都使用这张crollspider 也并不需要我们所有数据呢 最终都在我们的那个想法里面 就算在我们的列表的一部分数据 详情的一部分数据 我们依然可以使用之前的方式呢 配合在一起使用 也就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不对 我们给大家提的这个nease呢 以及给大家提的这个nease呢 最后来告诉大家 我们crollspider 可以配合我们之前的scrubyspider 或者配合之前的 这构造型的方式的一起使用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翻页的地方 我们不需要写 或者我们只用写一个链接提取器 帮助我们自动提取URL地址就可以了 这地方能明白吗 能是吧 好 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